山东泰山队在本轮迎来了亚太的挑战 这场比赛中主帅豪伟的临场指挥非常不错 因为豪伟在泰山队意外以0比1落后的情况下 祭出了两大杀招 德尔加多和齐天宇相继在比赛中登场 事实证明豪伟这个换人成为了泰山队逆转亚太的关键转折点 首先德尔加多在比赛中表现不错 打入了班平比分的进球 齐天宇则是在比赛尾声阶段送出了一脚助攻 郭田宇在接到齐天宇的助攻之后 就顺势打出了一脚世界波进球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德尔加多和齐天宇两位替补齐兵的发威 就让泰山队迎来了逆转 赛后鲁能球迷除了对德尔加多送出了掌声之外 也把赞美声音送给了齐天宇 齐天宇在助攻郭田宇之前 他就在比赛中表现得非常活跃 泰山队在比分改写成1比1之后 球队依然派上了能攻擅守的齐天宇替补登场 泰山队主帅郭伟的目标很简单 就是希望齐天宇能再帮助球队逆转 事实证明郭伟没有看错齐天宇 齐天宇在比赛中的表现非常好 齐天宇不知疲倦的奔跑 让他赢得了为郭田宇送助攻的机会 当时齐天宇在接到队友传球后 其实他也可以直接选择打门 只是齐天宇没有选择贪攻 他明白自己要强行射门的话 很有可能就是一脚高射炮 毕竟齐天宇是踢后腰出身的球员 射门脚法和精准度肯定不如郭田宇 另外郭田宇此时处于无人防守的状态 齐天宇要是把球送给郭田宇 郭田宇就可以轻松完成射门好戏 齐天宇的选择非常正确 郭田宇在接到他的传球后 周围就没有人防守 郭田宇可以很轻松将球打进吴亚科把守的大门 最终他没有辜负齐天宇的好意 将球稳稳送进了亚太大门 齐天宇和郭田宇两位球员在比赛中携手发威 让很多球迷都觉得非常欣慰 因为两人是鲁能清训的佼佼者 齐天宇是93年龄段的佼佼者 郭田宇则是鲁能99清训杰出代表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两人能在本轮比赛帮助鲁能完成逆转 这也是属于球队清训的成功 相比于郭田宇在鲁能属于年少成名的球员 刚出道没多长时间就坐稳主力位置 齐天宇则是属于大气晚成的球员 齐天宇在马加特执教鲁能时 才获得一线队首秀的机会 齐天宇后来又因为竞争 和同一位置上人才太多 逐渐沦为了替补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齐天宇一度沦落为离队热门 好在齐天宇没有因此放弃 他终于在郝伟接手泰山队之后 迎来职业生涯又一个爆发 成为了核心 在这种情况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